为在台中市厚礼区三丰路上的台中市立启明学校 成立已经超过半个甲子 启明学校以自信、获达、感恩、祈福作为校训 在历任校长、教职员跟社会人士共同的努力之下 在教学成效上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现任校长廖连喜表示 将来启明学校还会以品格、教育、能力为三大主轴 教打学生成为有自信、有气质、有能力的社会精英 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成就自己 孩子最了解自己 老师也最了解学生 当然家长这部分的支持更是重要 我们让孩子了解自己、成就自己 所以我们运用社会资源 我们运用最好的团队 给予学生能够有一个最好的发挥空间 启明学校老师林雪梅也说 希望四藏孩子进入校园之后 不管是对人或者环境就有安全感 老师会教导学生摸读的技巧 也会细心观察和开发孩子们的潜能 那我们四藏的孩子呢 他是用触觉 所以这个触觉的摸读 就是他们是用手触摸来阅读 所以这个技巧我们也会教给他 那再来就是老师要很细心的去观察 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潜能 那要去开发他的潜能 包括说他可能在才艺方面 或者是说在体育方面的这些潜能 那老师就是要尽量的去让他尝试各项的课程 因为这所学校是全新为四藏的孩子 所打造的一个环境的这个学校 所以呢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很放心的把孩子 交到我们的手上 让我们有机会来照顾他们 学生家长吕秋吉也相当放心的说 把他的子女交给启明之后 他发现小朋友有了很大的改变 变得开朗自信而且多才多艺 有客人可以帮我设计 对吧 他来设计他可以学一些音乐 他有一些希望课程 可以学音乐 可以唱歌 学唱歌 有打歌 也有小提琴 对吧 因为你来这里设计他没头设计 如果没头设计他就会学一些音乐 看他的幸福 因为这位老师大家都很爱心 都跟那些孩子都当作自己的 像自己的儿子在教 做什么 所以说你们不用烦恼 因为你一个专业的老师 跟一般的特教班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进来这里 我刚才给你保证百分之百 你都不用烦恼 因为我们孙子也是从幼稚园 就开始去那里设计 所以说因为 我在这里因为我看很多 对吧 所以说因为这位老师 都很有诚意 很有爱心 做什么 所以说你如果去那里设计 就不用都不用烦恼 什么 目前担任齐名学校 学生会会长的学生 陈静怡说 几年前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他失去了双眼的势力 当时相当的沮丧跟难过 但是来到齐名学校之后 才让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重心 跟生命的价值 我觉得来这间学校 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放松 我可以去面对很多 我没办法去面对的事情 而且有很多的辅助的资源 是让我能在学习的过程中 是更快进入状况的 我是有参加学校的希望课程的日文学习 然后也有参加课后社团的田径队 以及乐音社 然后主要乐音社是学校的一些 就是流行乐团 然后是让学生能在课后的时间 然后去发挥所学 就是可能有吉他爵士鼓 或者是主唱 然后keyboard手之类的 然后田径队是主要 我自己参加的是 我想要学会坚持 在这一个转折点 我必须跟我家人去坚持 然后之后久了 他们也习惯了 他们现在也习惯我 每个月回家 然后自己坐高铁 自己坐客运 等等之类的 他们觉得 其实我们试掌声不是做不到 我们只是要学习 而且只要我们肯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就是认为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齐民师生一起努力 109学年度身心障碍 学生大专校院珍视 齐民学生表现亮眼 一共有八位同学 分别考取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明道 静怡 南华 文化等大学 齐民学校将来会继续 引导孩子发挥优势 欢迎更多市长同学加入 齐民充满希望活力的行列